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典范 也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 时隔五年金砖国家主席国的吉利坝 再次交到了中国手上 我们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并且将先后开展160多项活动 我们将同其他金砖国家一道 围绕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这个主题 深化金砖合作 淬炼金砖橙色 擦亮这块南南合作的金字招牌 为各国携手战胜疫情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来传递希望和信心 我们将以公平正义理念 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提出后疫情时代 全球治理的金砖主张 我们将以疫苗合作为重点 拓展公共卫生合作 助劳抗击疫情的金砖防线 我们将以全面深化经贸 财经创新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减贫扶贫等合作为抓手 铺设加速全球发展的金砖快线 我们还将以深化金砖加合作为奇迹 加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协作 为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做出金砖贡献 今年中国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将分别主办 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还有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确实全球治理进入亚洲世界 我们期待新兴市场和饭装国家 从全球治理的跟炮者 向并跑者甚至领跑者转变 发挥更积极作用 发出更响亮声音 引领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推动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 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谢谢